这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空国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下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长长指长是典型的水行手 对于女人来讲 水行手也是一种常见的手型 水行手的人的个性温和 富有艺术特质 对于女人来讲也是阴阳得配 有女人天生的这种阴柔之美 这个异性桃花比较旺 就是这个水行手 也是典型的一种女人手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那么手指来看 食指跟无名指等长 食指长的人 一般跟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跟原生家庭的 兄弟姊妹关系深厚 互帮互助 甚至自己进入婚后成家立业之后 也会有一些姑娘家人 会反哺父母 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深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食指还是见缝隙 食指见缝隙也代表早难于前 钱财早年的钱财消耗方面还是比较大 早年钱财难聚 财运方面会来得稍微晚一些 我们来看掌丘和纹路 那么我们看掌丘和纹路 首先注意金星丘 还是有一些不起事 金星丘不够饱满的人体质一般 从这个简单的生命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加上金星丘底部更宫的位置 青筋比较明显 体质一般 尤其多注意肠胃方面的保养 再加上本身 它也是有一种水行人的一种敏感的特质 多丝伤皮 注意脾胃的保养 月球倒是非常饱满 这也是典型的水行手的一种特点 月球饱满的人想象力丰富 比较注重精神世界 而且富有艺术特质 从这个弯曲有弧度的脑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加上本身这个脑线和感觉线之间 有很多条这种十字纹 神秘的十字纹 代表 特别是到了中晚年之后 容易和神学佛学绝缘 而且 也代表一种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符号 虽然比较小 比较细小 但是有很多 那么这种神秘的十字纹 那么尤其到了中晚年 这个能够受到这种祖先的这种庇佑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这是月球饱满 比较注重精神领域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湖口火星球也是饱满 对应的这个第二火星球也比较饱满 第二火星球饱满的人 这个道德感和正义感比较强 这个宁可是自己付出一点努力 也不愿意走这种歪门邪道 同时呢 这个虎口饱满的人呢 对于一些困难和挫折 是有勇气去面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那么小指根部水星球 也不弱 这个沟通能力还是有 这个口才还是有 这个能够靠口吃轻松饭 那么食指根部迅功呢 这是正裁位 只是这个正裁位 有一些杂文干扰比较多 所以说正裁要包括本职工作 有一些动荡和起伏 从这个简单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工作还是有一些动荡和起伏 我们看这个整个掌丘来讲 还是这个金星丘啊 这个月丘偏强一点的啊 就是从整个纹路来看也是如此 纹路呢 有一些偏浅啊 偏浅的也是典型的这种文人体制 比较注重精神世界 并且呢在这个人很聪明 敏感啊 精神世界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在这个体制一般啊 所以说执行能力稍弱一些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脑线和生命线 粘贴还是比较长 脑线为人文 生命线为地文啊 那么人文是代表自己啊 地文是代表原生家令和根基 粘贴长的话 说明了自身的依赖性稍强一些啊 而且呢 厨师偏保守 谨慎 有些放不开手脚 畏手畏尾啊 容易错失一些事业和职场当中的一些机会 但是呢 优势是呢 利好在就是说 他这种做事偏保守 做事计划性强啊 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少啊 这是各有利弊 在这个三大主线当中呢 感情线是最为深刻的啊 所以说是一个重情感性之人 再加上本身水行手的人呢 啊 富有艺术特质 本身是属于这种桃花偏旺的属性啊 桃花偏旺的土这个体质呢 就容易遭了一些烂桃花 我们看到这个感线 有一些倒纹啊 三脚纹啊 包括向下的这个倒纹干扰 可以看到啊 在感情当中呢 一直是即使这个婚前和婚后呢 都会见一些偏远的干扰 注意防范啊 婚前呢 倒无所谓啊 都可以积累一些感情方面的经验了 但是婚后的一些 这个中期的感线 中期的这个倒纹需要多注意啊 容易这个干扰到婚姻的稳定性 尤其我们注意到这个脑线中期 也出现这种倒纹啊 更加印证这一点 脑线呢 为人文啊 它也是智慧线的 反映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啊 心理的趋势 如果是倒纹出现的话 说明心理受到创伤啊 心理出现巨大的一些变动啊 那么这个就跟 这个感见中期的这个倒纹 是直接对应上了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 犯情伤导致的这个心理创伤啊 这点需要多注意 这是感情方面 那么我们分别从流年来看一下啊 流年来看的话 这个生命线 这个初期呢 还是建一些啊 浅淡和倒纹和锁链啊 早年的这个身体素质一般的 并且呢 在青少年时期呢 这个学业的关键期啊 有一条横门干扰啊 所以说学业还是受到影响啊 受到影响 分离处呢 建一些断序啊 出入社会和职场的时候呢 会建一些动荡会吃些苦头啊 当然当然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不久呢 基本上适应的职场啊 能力提升脑线变得深刻啊 脑线是深刻的话 代表个人能力得到提升啊 人这个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 运势也会提升啊 是个生命线 在这个阶段啊 这个生命线内侧 在这个阶段基本上建的亲密关系线啊 并且有多条啊 所以说也是一种桃花旺的体制啊 这个刚踏入职场啊 这个进入社会的时候 建一些偏远的干扰啊 这个因为亲密关系线上 有多条横门干扰 这是啊 这个亲密关系线啊 那么 从这个生命线浅淡来看 还是要多增强体制啊 才能够提升运势啊 因为这个典型的一种脑线和生命线对比来看 一深一浅啊 典型的脑力强体力偏弱的一种 偏文人体制的一种 这个运 这个手下 所以说还是要多锻炼身体啊 这个平衡脑力和体力运势才能够稳定长久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线上面的 有一些横闻细小的横闻密布啊 这个特别对女人来讲的话 是一种个性思维偏敏感的一种特质啊 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 可能会让你想 有很多的这种心理活动啊 心理负担还是比较重啊 建议还是调整心态 同时呢 这种细小的横闻呢 对主线也会形成一种干扰啊 也是代表一种阻碍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阻碍方面是 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情商啊 一个是来自于事业方面的一些 这个出入职场的一些迷茫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后面的运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那这个生命线中期啊 也出现一个这种导温啊 生命线出现导温的话 要多注意身体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到了这个45到50 这个45到50岁之间啊 这个阶段会持续 这个阶段是需要多注意 劳逸结合啊 不要过多的这个 劳心费力 那么后期这个生命线恢复之后呢 基本上后运还是不错的啊 后运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线 在后面会变得粗壮了一些啊 有一种这个老当益壮的感觉啊 并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基本上导温消失之后不久呢 就有一条小的上升线啊 这个上升线也是代表一种运势的提升啊 所谓这个啊 大难之后必有大福啊 这个所谓这个身体健康恢复之后呢 它会有迎来这个小 一段小的这个运势的提升啊 这个流年到了这个58岁左右啊 基本上到了这个阶段啊 这个阶段呢 有这个上升线的话是代表啊 这个家族一些喜事发生啊 家族喜天丁啊 或者是这个一些固定资产教育啊 获利啊 或者是这个在事业和事业当中呢 或者是在这个后辈的一些培养方面呢 是有不错的成就啊 子女啊 成才啊 等等啊 这些事情 一些喜事发生啊 到这个阶段是人生的一个收获的阶段 前面遭遇的一些啊 吃过的苦 经历的一些坎坷都值得啊 这是晚年的一个收获的上升线 那么到后面的话 这个纹路呢 稍显不是很清晰 但是呢 依稀还还是可以看到啊 生命线尾端的一些小的分叉啊 小的分叉 生命线尾端的分叉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啊 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慢慢的进入到休养的阶段啊 进入到退休的年纪啊 也说明了晚年呢 能享清闲啊 这是这个晚年的一个运势 关于财运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刚才讲到的食指见缝隙啊 早难于前啊 加上这个正财未见杂纹干扰 财运是容易时好时坏啊 再加上本身这个财运线也不是很清晰 所以说这个在财运方面是容易出现财进财出啊 容易漏财的一种格局 需要使着这个补充财库 才能够稳住财运 才能够催旺财运啊 这是整个一个手向的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国可以看视频 多让我们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